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屋四宝的Yen 现在是2022年的年底 开始我们今季滑雪之旅的第一站 我们由家链铛了一个半小时的车 来到冰库园 一个叫做丰山高原附近 我们今次这个旅程三天两夜 就住一个民宿 然后就去滑雪场 是一间很旧很旧的屋 然后改建做民宿 他们通常叫这些古民宅 除了住酒店或者普通的民宿 其实住这些古民宅也是另一番风味 有点恐怖 但其实进去里面全部翻身 又有很modern又有很古旧的感觉 如果再冷一点 如果这些花园積满雪 或者春天开了樱花 我想这间古民宅真的很漂亮 我们进去屋里看看 好 兜兜介绍一下 进去 一进来有间房 放置东西 放置东西都这么大 看 然后呢 有厨房 厨房 厨房也很大 洗面也不用搅 洗面也不用搅 然后呢 洗衣 洗衣 洗澡房 厨房也有两格 好 洗衣 好 厨房 好 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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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厨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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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呢 再过来 刘主带我们去房 带我们去睡觉的房间在哪 接着我们睡觉的房间在这里 有了暖气有了暖煎 这边看出去就是个庭园 我们现在即将出发 20分钟车程我们就去滑雪场 上山的沿途会有停车位 让你安装雪梯才继续上去 安全是最重要的 风山高原滑雪场不算很大 最主要有三条滑雪道 还有一个大广场 这个大广场是需要收入场费 1000日圆一位 就给一些小的小朋友 玩雪兜 练习滑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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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屋四宝今天有一个任务 就是学习 不过学习之前要先吃东西 然后请了教练带我们上山玩snowboard 小小的小朋友没有坐钓车 但是我们两个大人 就跟那些年轻人一班 就坐钓车上去 一个小时 9000日圆 连用具 你看看 我们都画得不错 都骗到客人 小朋友当然好过我们很多 第二天再回来玩 一天真的不够猴 好啊 拜拜